泰国百废待举好消息是泰国政府预估积水将在三周内慢慢退去 虽然目前还是有12个行政区积水 不过泰国此一志工抱持着大无畏的精神持续的陪伴灾民 在今天上午真言上人跟泰国志工的视讯会议当中 上人特别呼吁大家在夫位之余要以自身的安全为重 泰国水患灾情稍缓 政府估计三周内积水将会退去 但目前积水的水质令人担忧 原本工业区废水会经过处理才排放 但现在却直接排放 除了担心有毒物质污染水之外 水中还有鳄鱼 此际人投入关怀夫位可说非常艰辛 路又那么的难走 又有危险性 这实在是我们要很苦努 很休息 在这个时刻是杯子相应的时候 要应用你的智慧 而泰国所需物资也已陆续运达当地 可以说马来西亚送来的三个货柜的水 以及一克货柜五万套内裤的 这个都到了 他们的这个医疗用品 我们在台湾 也在很快速的在准备中 那但是要进口 可能你们也要多用一点心 用心关怀夫位 慈禧人付出无所求 仍希望人人共同启发一念善心 让灾难消灭 让世界平安 大家新闻花莲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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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